6月17日9时22分,长征2号F1-12运载火箭托举神舟12号载人飞船升空,最强双12联手将聂海胜、刘波明、汤洪波三名航天员送入太空。 这是中国空间站载轨建造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,空间站建造任务再次向前迈出一大步。 神舟12号载人飞船是中国空间站任务阶段第一艘载人飞船,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研制的标准最高,各方面指标要求最严格的载人航天器。 按照预定计划,神舟12号飞船将采用自主快速交汇对接的模式,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对接形成组合体,三名航天员将在太空驻留约90天后返回地面。 神舟12号飞船由轨道舱、返回舱和推进舱构成,全船共有14个分系统,是航天员实现天地往返的生命之舟。 轨道舱配备了航天员载轨生活支持设备、交汇对接敏感器等关键设备,为自主快速交汇对接做好充分准备。 返回舱是飞船发射和返回过程中航天员所乘坐的舱段,是飞船的大脑。 推进舱则装备推进系统、电源等设备,为飞船提供动力,并在飞行过程中进行姿态轨道的控制。 在这项举世瞩目的任务中,神舟12号载人飞船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的新高度,完成五项中国首次。 神舟12号载人飞船将首次实现载人自主快速对接,飞船最快能实现发射后6.5小时与空间站对接。 神舟12号飞船将首次实现载人飞船长期载轨停靠,飞船将载轨停靠三个月。 神舟团队通过对返回轨道重新进行适应性设计,改进返回算法,让神舟飞船首次具备从不同高度轨道返回东风着陆场的能力。 此外,神舟团队还开创了天地结合的应急救援任务模式,即携带两艘飞船进场,采用滚动待命策略,在前一发载人飞船发射时,后一发载人飞船在发射场待命,具备8.5天应急发射能力,全力保障航天员的生命安全。